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这里的话 第二题呢 他们已经开始用红灵了 他们用红灵 所以呢 在这一个的话 我们课本里面它是用蜡烛嘛 我们课本呢 它是用蜡烛嘛 所以这个作业不用红灵的话呢 所以红灵 P加以O2 下次拿 抱歉 P加以O2就变成P2O5咯 无氧化恶灵 当然 我就是要配平啦 这个就是2 这个就是5 这个过后我再教你们啦 这4 抱歉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答案哦 这是加 这个加多一个2 这个加多一个5 这个加多一个4 所以左边右边要一样啦 所以呢 这里的话 它就是解释到红灵的量可能不足 所以氧气没有耗尽 然后或者是那个装置里面的气密性很差 就是说它没有塞紧紧 然后呢 就是外界的空气跑进去咯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呢 就是那个燃烧池放到太慢 OK吧 所以我重复的一次哦 就是燃烧池太慢放进去那一个装置里面了 所以导致就是它已经烧了 一般你才放进去的话 肯定氧气会少过21% OK吗 所以要重复的一次哦 你也就是红灵的量不足 或者是装置的气密性很差 又或者是燃烧池太慢放进去了 燃烧池过慢 放入 放入 集气瓶内 OK吗 过慢放入集气瓶内咯 也可能会导致啊 OK吗 所以呢 再接下来的话第三题 OK 如果好了的话呢 第三题我们再 proceed哦 OK 只是呢 我一直都是不是说很明白 为什么他们的那一个 他们的那个作业部 数学题 计算题 他还是会用单线啊 所以没有办法啦 所以你就 找一个位置来写下去咯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它就是以致呃 蛋气体积占比为78% OK啊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他就是要问我们 一个容器内充满了空气的话 呃 它的那个 呃 它的容器的体积到底会多少呢 OK啊 因为这里的话呢 15.6L 其实指的就是单气 OK 现在给我们的information 其实你是可以列出来的 单气 哦 单气 它的就是78%咯 OK啊 然后呢 可是单气的体积 它的体积就是15.6L 哦 单气的VR 然后呢 空气的话呢 空气的话呢 它当然就是100%啊 OK 因为空气就是全部嘛 然后可是空气的V 我们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其实是做一个对比 我其实是做一个对比 所以呢 你是可以做对比咯 怎样讲做对比呢 其实你不需要像跟课本这样写 那个作业部这样写到这样密密麻麻的 所以我要怎样做对比 15.6L 哦 除78等于 问号不止到100 所以你算问号就可以了 答案 你看啊 所以我就做一个对比而已 所以呢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计算到 容器的体积就是 20L 哦 你看啊 不是空气啊 是容器啊 怎么我讲到空气 我讲到空气不了 容器 然后容 的体积 看啊 所以计算方式呢 其实你不需要跟着我的作业部 就是你这样算也是一样得到答案 OK吗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题的答案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下去哦 拉下去哦 OK OK吗 所以没有问题我们再 我再拉下去哦 因为是一点点而已 所以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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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题其实是很短而已啦 OK 所以呢 探究题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一个 他有讲到 一位老师 然后带领 那个学生 OK 两个学生啊 然后他研究的内容就是 对空气中 氧气的含量进行粗略的测定 所以呢 所以呢 第A小组 他选择一种四季 以氧气进行燃烧反应 所以这一个四季呢 这个四季呢 他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所以我们就写两条咯 所以呢 他就讲到就是 你的答案就是想 就是这一个四季 他只能以空气中的氧气反应 对吧 因为毕竟空气里面 我们有 我们不只是有氧气 我们还有氮气 我们还有氢气 我们还有氧化丹 我们还有氧气 我们还有氧气 所以你就是要 make sure这个四季 它只能 跟氧气反应 对吧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那个 生成物为固体 或者是液体 对吧 所以呢 他这里的话 它是生成物 就是必须是要固体 或者是液体咯 OK 因为毕竟如果你是气体的话 气体呢 它是会随着容器的改变 而改变它们的体积的 所以很麻烦就是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生成物 不要有气体啦 对吧 所以它either就是要固体 或者是液体咯 所以呢 打一个比方说 我们在课本里面 我们就是用氢氧化纳 对吧 我们用氢氧化纳 因为它用蜡烛的嘛 还记得吗 在第四章里面 它就是用蜡烛燃烧 然后呢 就用氢氧化纳 来吸收那一个生成物啦 OK 因为它释放出二氧化碳嘛 哦 所以它就是在一个机器瓶里面 放一根的蜡烛 OK 然后呢 这一个就是类似 粗略的一个装置啊 粗略的一个装置啊 粗略的一个装置 呃 这样 然后它会盖着 在机器瓶里面 然后下面呢 它就放 那个氢氧化纳熔叶 所以呢 这个蜡烛 它燃烧到 直到它熄灭的时候 因为 燃烧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嘛 所以这些二氧化碳 它会放出 CO2嘛 所以这些二氧化碳 就是会 融在 这个氢氧化纳里面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 他们就是要看到的 就是这个氢氧化纳 它是不会跟 氢气 氮气 稀有气体 这些产生反应啦 OK 然后呢 它生成的东西呢 就是 尽量就是 不要有固体 呃 就是 生成物就是尽量不要有固体 或者是液体 OK 啊不是 生成物就是尽量有固体 或者是液体咯 不占据空间体积咯 OK 因为毕竟它生出来的二氧化碳 它过后会 参进去 这个氢氧化纳熔叶 那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就是B的部分 B的话就是B小组它会怎样 所以呢 所以呢 这里的话比较合理的就是钾咯 OK 因为毕竟乙的话太高了 你看 乙的话太高了 所以它的钾的话呢 是会比较好一点啦 因为它把那个燃烧池 拉到最下面那一边 你看 然后呢 气密性哦 然后吸的话就是不需要打开 然后装置一定要密闭的 OK 所以呢 它就是会弄到你的实验结果更加的准确 O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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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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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没有问题的话 我看一下啊 我们时间还剩下36 36的话呢 我其实我有一点点打算就是要cover完你那一个5.6的 剩下最后一个部分 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个第五章的作业会卡着 因为我们少了一个燃烧跟灭火 就是主要的就是灭火器而已 所以的话我就是要讲一下就是你课本5.6的那一边啦 其实就只是一点点而已 你只需要知道三个部分吧了 OK吗 因为我要直接cover完你5.6了 然后你的那个作业部会比较容易一点哦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就是会cover那个5.6 所以其实是一下子而已啦 所以你们就准备一下你的那个课本哦 所以你翻一下就是那个5.6 因为这个第五章如果没有叫完5.6的话 它就是会卡着 就是不上不下那一种 OK啊 所以你就可以打开一下你的那个课本哦 就是5.6那边啊 OK 5.6啊 所以这个我就讲很快罢了啦 所以其实是几个slide罢了 OK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打开一下你的课本 也就是第88面那边 OK啊 第88面那边 所以你可以打开一下咯 所以燃烧跟灭火啦 所以第88面哦 所以你可以打开一下 因为我要cover完这一个啦 所以明天的话呢 明天的话还是一样有补课啦 就是 我还是一样就是解释那个作业咯 因为那个作业呢 它里面有这一个部分 所以我要加完会比较好一点 你看 所以呢5.6我就不脱了 所以88面啊 下车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其实你们可以就是 highlight一下 你那个5.6.1燃烧条件 就是说燃烧条件 你是要怎么呢 你就是需要氧气 跟剧烈的氧化作用 OK吗 就是燃烧的条件 下面的那一行啊 所以你可以highlight起来 燃烧是指 可燃物质跟氧气 发生的一种 发光发热的剧烈氧化作用 所以你可以highlight起来 OK 它就是跟氧气发生 OK吗 就比方说 你可以看到就是 蜡烛跟氧气 产生反应的话 它是一个氧化作用 可是呢 它会产生出 生成物 又发光 跟发热 OK吗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一下就是图 536 537 跟538那一边 其实 下面的那一句啊 它有讲到就是 这一些燃烧 它是不会无缘无故发生的 它是不会无缘无故发生 它一定会有一定的条件 才能发生的 OK 所以呢 在那个活动实义那一边呢 活动实义啊 尤其是 这个我要写一下 活动实义那一边啊 所以 它的那个答案呢 我就写在这里 活动实义呢 第一题的话就是 你燃烧的话 你的那个 它就说明 你一定要有氧气咯 所以你可以写下来 你看 因为那个蜡烛 久而久之 它会熄灭掉 因为 就是没有氧气咯 然后第二题的话呢 第二题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是 火柴头 跟火柴梗 分别要加热多久后 才开始燃烧 所以第一个的话 你就讲 开始燃烧 开始燃烧 所需加热时间 所需加热时间 长短不移 长短不移 不一样咯 然后 这一个说明 说明的话 我就用另外一个颜色 说明呢 不同的物质 不同 物质 具有 不一样的 燃点 具有 不同 抱歉啊 因为刚才那个先不是说很好 突然间断掉 你看 所以就 这个是活动十一 抱歉啊 活动十一的啊 就是第八十八面到八十九面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有讲到 你燃烧的话 你就是需要到氧气 然后呢 燃烧的话呢 它其实如果你加热时间不一样的话 它 它的那个所需加热时间是长短不一啊 然后不同的物质就是会具有不同的燃点喔 所以呢 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可以整理出来 其实燃烧就是会有三个条件到完全部 有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呢 其实你是可以翻开第八十九面第三端那边 有吗 八十九面第三端 有吗 page八十九面第三端 第三端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边啊 所以呢 它第三端的话讲到什么呢 有三个东西到完全部 ok 我们的那个原因 就是有三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就是 可燃烧 可燃烧 所以你们一个一个个还来起来 可燃烧 另外一个就是助燃烧 然后第三个就是 燃点 三个highlight起来全部 ok吗 所以你要燃烧 你必须要有可燃烧 助燃烧跟燃点喔 就比方说你要烧 一根的 你要烧 比如讲 白灵 所以你要烧白灵的话呢 所以这里的话 可燃烧你就是白灵咯 ok 然后呢 助燃烧是谁呢 氧气咯 ok 然后呢 燃点的话 它就是40度 看啦 这三个条件符合到完全部 它就会燃烧了 ok 我就只是放一个例子 例子来的 所以白灵的话就是P 氧气就是O2 可燃烧就是白灵 助燃烧就是氧气 然后燃点 大概是40度啦 所以它就可以燃烧 红灵也是一样咯 如果你要讲燃烧红灵的话 它的燃点就是240咯 ok吗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就是要接下去哦 ok 没有的话我就接下去了 上面的最主要就是你写完我就可以接下去了 ok吗 没有的话我就proceed ok 其实我的这个slide里面呢它是有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燃烧条件 它就必须要有可燃物 助燃物跟燃点哦 ok 这三个全部highlight起来 也就是在你第三端那边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proceed接下去哦 ok 所以呢接下去的话 你请你打开就是第90面 第90面那边 所以呢这里的话第90面的话就是 你有燃烧的话 你要怎样解救这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你要怎样灭掉火呢 其实这一个三个情况 这一个三个呢我们就是有可燃 助燃跟燃点嘛 所以如果你去除掉其中一个条件的话 其实你就是会有达到灭火了啦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其实我们通常讲火 如果你要灭火的话 我们都是讲水啦 ok 水呢其实是可以帮忙我们灭火 ok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 所以呢你们可以highlight就是第90面 上面的第一端啦 ok 水呢它其实是可以灭火的 因为它是会吸收大量的热 然后使那个燃烧物它的温度降低等等之类 只不过呢它并不是万能啦 ok 因为我们还要看情况 所以呢这里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些东西是不能用水来灭火的 ok 第一端你们highlight起来咯 这个是水咯 只是呢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呢你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第三端 ok 就是刚才我讲到有些东西是不能用水来灭火 ok 所以呢我们就是会产生出这个灭火器咯 其实灭火器的话它有蛮多种种类啦 只不过在你们课本里面我们就只是看这三种而已 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有泡沫 有干粉 有二氧化碳 ok 所以呢泡沫的话你可以用在油脂品 ok 油脂或者是不能补救的带电设备啦 就是说有一些你的电脑啊电器啊等等之类 有电的那些东西你是不可以用泡沫 你是不可以用泡沫 ok 因为毕竟泡沫里面它怕它有水分 所以呢这里的话你就不可以用带电设备 就是不能补救带电设备啊 泡沫 然后呢如果你不能补救带电设备的话 那么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补救它呢 我们可以用干粉哦 ok 干粉哦 就比方说碳酸氢纳 碳酸氢纳 所以呢这里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用来补救那些可燃液体 可燃液体 然后呢或者是或者是那个那个气体啊或者是带电设备啦等等之类啦 ok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那个灭火器的种类咯 lastly就是那个二氧化碳啊 这个二氧化碳的话就比较常见一点啦 ok 就比较常见咯 所以这里呢它其实就是用于补救我们贵重设备 档案资料 仪器等等之类 所以呢这些呢通常我们lab里面实验室里面 我们都是会用二氧化碳这个 ok 所以第三端 请你把这三个东西全部找出来 ok 就是在第九十面里面 请你找出来 所以我们有泡沫干粉跟二氧化碳 所以你就读这一个就ok了 找出来了 highlight起来它适用于哪一个 跟不能用在哪一个 ok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proceed ok 我们再proceed 所以这三个你highlight起来哦 所以proceed的话呢 那就是刚才我就是有讲到咯 就是我们其实 那一个灭火器 它是有蛮多种的啦 就只是这里呢 就for your reference 就是给你们参考啦 因为我们的火灾呢 就是有分A B C D E F 型的火灾 ok 所以这一些火灾呢 它们都是有自己的应对的灭火器类型 所以这一些其实你们不需要背 ok 你们只需要读的就是你课本里面的这三个 就ok了 这三个就ok了 不需要背我给你们的东西 我给你们的东西 就只是纯粹是一个参考而已 ok 所以这一个就是for your reference ok 这一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用 怎样用一个正确的使用灭火器啦 ok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再翻开就是第九十一面 ok 第九十一面 这一些呢 你可以highlight的就是 在读图的下面哦 在读图的下面啊 就是第九十一面 读图的下面呢 图五四五那一边呢 如果火灾的话 你没有 你没有碰到有 你就是没有灭火器 然后你也找不到那个水源等等之类 你要救自己的话呢 你要怎样做 ok 所以请你highlight 也就是说 在你应该 爬在地上 就是爬在地上咯 或者是用那个四毛巾来盖着你的鼻子啦 所以你可以在第九十一面 读图下面的那一段 下面的那一段 所以呢 你 就是下面的那一段哦 读图下面啊 所以呢 你可以找一下就是第二行那边 我们就是应该爬着走 然后 或者是用四毛巾来盖着你的鼻子 哦 跟嘴巴 呃 那个盐是二氧化碳 哪一个二氧化碳 哦 就 因为它 那个盐呢 我们也有二氧化碳 然后呢 你燃烧的时候 其实它是会放出 就是 很多的盐 你知道 很多的盐 然后呢 它又有碳又有什么 所以它其实是会 是燃烧一定是会产生出二氧化碳的 就只是呢 那些 浓烟 浓烟实在是太毒了 不是太毒 就是太浓了 所以呢 其实它是会 block到 block到你的那个呼吸 道那一边 它会block着你们的呼吸道 所以就是会对我们有危险的 所以你要怎样解决呢 其实你就是 或者你就是爬着地上 或者是用湿的毛巾 因为毕竟湿的毛巾 那些浓烟它会溶解在水那边 所以就是这样 至少呢 就是你不会吸到太多的浓烟 OK吗 所以它也是会有二氧化碳 它也是会有 就只是它会有其他的东西 OK吗 Hello Testing OK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 last 最后了 抱歉 用到你们太多时间了 再接下去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last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自然跟爆炸 自己燃烧跟爆炸 这两个啦 所以呢 自然跟爆炸的话呢 你们可以highlight起来 也就是说第90英面 最后一端那边 缓慢氧化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自然 OK吗 所以就比方说 一个地方它太干 太干燥 然后呢 又太热 所以它就是会 可能就是会有那一个自然的部分 因为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缓慢氧化 作用呢 它就是会产生出的那一个热量 它不能散出来 所以呢 它就是不经点火 它就可以引起燃烧咯 OK吗 所以这些通常都是比如讲干旱的地方啊 或者是很热很热的地方啊 所以它可能就是会自然这一个部分 会发生这个自然喔 所以英文叫做 spontaneous combustion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呢 我们再翻去最后一面 又另外一面啊 所以就是第92面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爆炸咯 所以你就可以highlight一下 第92面 最上面的第一段 爆炸咯 OK 所以呢 这个爆炸呢 其实它的反应速率是非常的快 OK 因为它会瞬间产生出大量的热 然后呢 它就是突然间膨胀咯 它的体积 然后就会爆炸咯 所以就是我有share给你们 就是那一个之前的那一个 那个影片 就是有某一个国家 它放了太多的那一个 肥料在里面啊 所以它就是会爆炸 OK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很快的反应 然后它膨胀就会爆炸 OK吗 所以这个部分 你只需要懂的就是 燃烧 你就是一个很快的反应 然后它需要到氧气 所以燃烧呢 它会有三个条件喔 记得它会有三个条件 我们就是会有 可燃 助燃 跟燃点 通常助燃都是氧气 OK 通常助燃都是氧气 可燃就是 比如讲 木枝啊 灵啊 蜡烛啊 等等之类喔 燃点就是它的温度啦 OK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你要懂的就是 你要怎样灭火 所以在你们初衷的课本里面 你们只是碰到这三个罢了 所以你就读这三个就OK了 读这三个 然后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那个第九十 一面的那一个你要怎样救自己啦 你要怎样急救啦 就是你要爬着地上 然后用湿的毛巾盖着嘴巴咯 OK 所以呢 就是那个自然跟爆炸 自然是一个缓慢 爆炸是一个很快 所以就不懂考题会不会问这一个东西啦 就只是要告诉你们自然 它的反应是很慢的 慢慢慢慢的来 然后呢爆炸就是很快 OK吗 所以 lastly 这个是一个extra 所以臭氧 OK 氧气的兄弟啦 臭氧 所以 是 具有很强的那个氧化能力喔 所以它可以杀菌跟漂白 这些是extra 不需要记录啦 就只是告诉你们而已 OK吗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OK 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咯 所以呢 明天的话 我会继续综合科学作业部 第五章的时候咯 因为我要cover这个灭火器的 OK吗 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咯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OK啊 所以没有问题 我们就 明天再见啦 啊 什么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啊 对对对 明天也是一样咯 两点咯 我明天的话是不会教了啦 明天我就只是讨论那个作业部了 然后 后天呢 星期三的话 我就是会讨论你们的评测咯 顺便帮你们做复习啦 就 这一个的话 啊 就这一个的话呢 就 如果你不能来的话 你就看我的那个video就ok了 然后如果你miss掉的话 明天就只是纯作业部了 不会有这一些的 呀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就今天就这样啦 我会把那个video upload上去youtube啦 ok 所以今天就这样 好 明天见啦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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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